第三章 人诞如菊 第二日中午 狱中连续不断的关了17个犯人进来 高矮老少 模样一瞧 极致都是江湖人物 将一件浴室挤得满满的 都只有暴袭而坐 迪云剑越来越多 不由的暗自心惊 情知这些人都是为对付丁迪而来 他本说有五个劲敌 哪只竟来了17个 丁点却一直朝着墙壁而卧 好不理会 这些犯人大呼小叫 高声谈笑 点刻间便朝起嘴来 迪云低下了头 听他们的说话 原来这一17人分作三派 都在想得什么宝贵的物事 迪云偶尔眼光一斜 与这干人凶暴的目光相处 吓得不禁便转过头去 只想我伴做了丁大哥 可是我武功全师 待会动手 那便如何是好 丁大哥本领再高 也不能将这些人都打死 眼见天色黑了下来 一个魁梧的大汉大声道 咱们把话说明在先 这郑主儿 是我们洞庭帮要了的 谁要是不服 趁早手底下见真章 免得待会拉拉扯扯 多惹麻烦 他这洞庭帮在狱中共有九人 最是人多是种 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汉子 阴阳怪气得道 手底下见真章 那也好啊 大伙在这里群殴呢 还是到院子中打个明白 那大汉道 院子就院子 谁还怕了你不成 伸手抓住一条铁栅 向左一推 铁条瞪是弯了 他随手又扭弯 右边一条铁栅 臂立石是惊人 这大汉正想从 两条扭弯了的铁栅间 钻出去 突然间眼前人影一晃 一个人挡住了空隙 正是丁点 他一言不发 一伸手便抓住了 那大汉的胸口 这大汉比丁点 还高出半个头 但被他一把抓住 竟立即软吹吹的 毫不动他 丁点将他庞大的身子 从铁栅间塞了出去 抛在院子中 这大汉蜷缩在地下 再也不动一动 显示死了 狱中诸人 见到这般奇壮 都吓得呆了 丁点随手抓了一人 从铁栅投掷出去 跟住又抓一人 接连的又抓又制 先后共有七人 被他投了出去 凡经他双手一抓 无不立实毙命 连哼也不哼一声 余下的十人进阶大惊 三人退缩到浴室角落 其余七人同时出手 拳打脚踢 向丁点攻去 丁点既不拆架 亦不闪避 只是伸手一抓 已抓之下 必定抓到一人 而被他抓到的 必定死于请客 到底如何受了致命之伤 迪云全然瞧不出来 躲在于是角落里的 三人直下的心胆剧烈 一起屈膝跪地 磕头求饶 丁点边似没有瞧见 又是一手一个 都抓死了 头智出去 迪云只瞧的目瞪口袋 晃在梦中 丁点拍了拍双手 冷笑道 这一点微目倒行 也想来抢夺连成绝 迪云一呆 道 丁大哥 什么连成绝 丁点似乎自毁失言 但也不愿捏造些言语来骗他 又冷笑了几下 并不回答 迪云眼见这一时七人 视彩还都是生龙火虎一般 但片刻之间 各个失衡就地 他一生中从未见过 这许多死人堆在一起 叹道 丁大哥 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吗 经典道 死有余辜 倒也不见得 只是这些人 各个不存好心 我若不是练成 神诏经上的武功 被这批人逼供起来 那才是惨不堪言呢 迪云只他所言非虚 说道 你随手一抓 便伤人性命 这种功夫 我听也没听说过 我若是跟师妹说 他也不会相信 这句话刚说出口 立即醒悟 不由得胸头一酸 心口似乎被人重重 打了一拳 丁点却并不笑他 叹了口长气 自言自语 其实呢 纵然练成了绝世武功 也不能事事尽如人意 迪云忽然疑的一声 伸手指住亭中的一句死事 丁点道 怎么 迪云道 这人没死透 他的脚动了几动 丁点大吃一惊 道 当真 说这两个字实 声音也发颤了 迪云道 刚才我见他动了两下 心想 一个人受伤不死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 绝不能再起来动手 丁点皱起了眉头 竟似遇上了重大难题 从铁扎间钻了出去 俯身查看 突然间嗤嗤两声 两件细微的暗器 飞向他双眼急射 正是那病未死透之人所发 丁点向后激仰 两只绣剑从他面上掠了过去 鼻中隐隐闻到一阵腥臭 显然剑上未有剧毒 那人一发出绣剑 立即挺跃而起 向屋檐上窜去 丁点见他轻身功夫了得 自己身有铐料 行动不便 只怕追他不上 随手提起一具尸体向上指出 去世奇奇 砰的一下 尸体的脑袋重重撞在那人的腰间 那人左足刚踏上屋檐 被这尸体一撞 站立不定 倒摔下来 丁点抢上几步 一把抓住他的后颈 提到牢房之中 伸手探他鼻息时 这次是真的死了 丁点坐在底下 双手之椅 苦苦思索 为什么先前这一下竟没能抓死他 我的功力之中 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难道这神兆功毕竟没练成 半天想不出个所以然 挠起上来 伸手又往那尸体的胸口插落 突然一股又扔又软的力道 将他手指弹了回来 丁点惊喜焦急 叫道 是了 是了 撕开那人外衣 只见他贴身穿住一件漆黑发亮的梨 袭道 是了 原来如此 刀吓得我大吃一惊 迪云其道 怎么 丁点剥去那汉子的外衣 又将他这件黑色梨包了下来 然后将尸体制出牢房 笑嘻嘻的道 迪兄弟 你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迪云料到这件黑衣甚是珍贵 道 这是大哥之物 兄弟不敢贪图 丁点道 不是你的物事 你便不贪图吗 语音甚是严厉 迪云一正 怕他生气 道 大哥定要我穿 我穿上就是丁点正色道 我问你 不是你的物事 你要不要 迪云道 除非物主一定要给我 我非受不可 否则 否则 不是我的东西 我自然不能要 若是贪图别人的东西 那不是变成强盗小偷吗 说到后来 神色昂然 道 丁大哥 你明白 我是受人陷害 才给关在这里 我一生清白 可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 丁点点了点头 说道 很好 很好 不枉我丁某交了你这个朋友 你把这件衣服贴肉穿住 迪云不便为老 便除下衣衫 把这件黑色礼衣贴肉穿了 外面在罩上那件三年多没洗的臭衣 他双手戴着手铐链链 要更换衣衫 真是难上加难 权杖丁点替他撕破旧衫的衣袖 方能除下穿上 那件黑色礼衣其实是前后两片 也想用扣子扣起 穿上到半点不难 丁点带他穿好了 才道 这一件刀枪不入的宝衣 是用大雪山的上乌残残丝制成的 你瞧 这只是两块料子 剪刀也剪不烂 指的前一块 后一块的扣在一起 这家伙是雪山派中的要紧人物 才有这件乌残衣 他想来取宝 没料到竟是送宝来了 迪云听说这件黑衣如此真意 忙道 大哥 你仇人甚多 该当自己穿了护身才是 再说每月十五 丁点连连摇手道 我有神赵公护身 用不住这乌残衣 每月十五的拷打吗 我是甘心情愿受的 用这保甲护身 反而奇异不成了 一些皮肉之苦 又伤不了筋骨 有什么相干 迪云好生好生奇怪 玉带在问 丁点道 我叫你粘上胡子 伴做我的模样 我虽在旁保护 总是担心有什么疏愚 现下这可好了 我现下传你内功的心法 你好好听住 以前丁点要传他功夫 敌云万念俱灰 决意不学 此刻明白了受人陷害的前因后果 一股复仇之火在胸中雄燃起 恨不得历时便出狱去找万归算账 他亲眼见到丁点赤手空拳 连避着许多江湖高手 心想自己只需学得他两三成功夫 越狱报仇便有指望 煞时间心乱如麻 惹血上涌 满脸通红 丁点指导他仍是执意不肯学着内功 正欲设法开导 敌云突然双膝跪下 放声大哭 叫道 丁大哥 求你教我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丁点纵声长笑 声震乌瓦 说道 要报仇那还不容易 待敌云激情过去 丁点便急传授他入门练功的口诀和行功之法 敌云一的传授 毫不停留的遍及一法修习 丁点见他练得起劲 笑道 练成神赵经 天下无敌手 难道是这般容易练成的吗 我各种机缘巧合 内功的底子又好 这才十二年而得大成 敌兄弟 练武功要勤 那是很要紧的 可是欲速则不大 须得循序渐进才是 有须心平气和 没半点杂念 你好好记住我这几句话 敌云此时口中称他为大哥 心中其实已当他为师父 他说什么便听什么 但胸中仇恨 汹涌如波涛 又如何能心平气和 次日那玉立大惊小怪的嘲嚷一番 牙抑 不快 无作骚扰半天 到的傍晚 才将那一时七句师手抬了出去 丁点和敌云只说是这伙人自相斗殴而死 做工的却也没有多问 这一日之中 敌云只是照住丁点所授的口诀用功 这神赵公入门的法子甚是简易 但要心中没丝毫妄念 却艰难至极 敌云一忽想到师妹 一忽想到万规 一忽又想到师父 练到晚间 这才心念烧脸 突然之间 前胸后背同时受了重重一击 这两下便如两个大铁锤前后奇状一般 敌云眼前一黑 几乎便欲晕去 带得疼痛烧纸 睁开眼来 只见身前左右各站住一个和尚 一转头 见身后和两侧还有三个 一共五层 将他围在中间 敌云心到丁大哥所说的五个静地到了 我须得勉强支撑 不能露出破绽 当下哈哈一笑 说道 五位大师父 找我丁某有何贵干 左手那僧人道 快将连成绝交了出来 咦 你 你是 突然之间他背上拍的一声 中了一拳 他身摇了几摇 险些摔倒 跟住第二名僧人又一中拳 哇的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敌云大旗忍不住向钉点瞧去 只见他疏然跃进 急出一拳 这一拳无声无影 去世快急 正中第三名僧人胸口 那僧人啊的一声大叫 倒退几步 撞在墙上 另外两名僧人顺着敌云的目光 向蜷缩在黑角落中的钉点望去 齐声惊叫 神兆公 无影神拳 身材极高的那僧两手 各拉一名受伤僧人 从早已扳开的铁炸间逃出 越墙而去 另一名僧人拦腰抱住吐血的僧人 回首发掌 向钉点击来 钉点抢上举拳猛击 那僧人接了他一拳 倒退一步 再接一拳 又退一步 接到第三拳 已退出铁炸 那僧凉凉腔腔的走了几步 又倒退了一步 身子摇晃 似乎喝醉了一般 松手将吐血的僧人抛在地下 似于单身逃命 但每跨一步 脚下都似拖了一块千斤巨石 脚步沉重至极 挣扎着走出六七步后 呼呼喘气 双腿渐渐弯去 摔倒在地 再也站不起来了 两名僧人在地下扭曲的几下 便急不动 丁点道 可惜 可惜 迪兄弟 你若不向我看来 那个和尚便逃不了 迪云见这两个僧人死得凄惨 心下不忍 暗道 让那三个逃走了也好 丁大哥杀的人实在太多了 丁点道 你嫌我拉手 可是那两个恶僧 一上来便向你各积一掌 若不是你身上穿着乌残衣 早就一命呜呼了 哎 真是做哥哥的太过疏忽 哪想到他们一上来便会动手 我猜想他们定要先逼问一番 嗯 是了 他们对我十分忌惮 要将我先打得重伤 这才逼问他抹去迪云塞上的胡子 笑道那贼徒下的心胆剧烈 再也不敢来惹咱们了 他又正色道 敌兄弟 那个逃走了的高个子和尚 叫做宝像 那胖胖的叫做善勇 我第一拳打倒的那个最厉害 叫做圣弟 这五个和尚都是西藏血刀门的高手 我若不是暗中伏击的手 以一敌武只怕逗他们不过 善勇或圣帝都已中了我的神圈 就算一世不死也活不了几天 剩下的那宝像心狠熟辣 日后你如在江湖上遇上了 勿须小心在意 沉吟半赏 又道 听说这武僧的师父上的人事 武功更是厉害至极 将来倒要跟他们斗斗 敌云虽有宝衣虎身 但前胸后背同受夹击 受伤也颇不清 在丁点指点下运了十几天功 又得丁点每日以内功相助 这才痊愈 此后两年多的日子过得甚是平静 而有一两个江湖人物到狱中来啰嗦 丁点不是一抓 便是一拳 顷刻间便送了他们性命 近几个月来 迪云休息神兆宫 进步似是停滞了 练来练去 和几个月前仍是一样 好在他悟性虽然不高 生性却极坚毅 知道这等高深内功 绝非轻易得能练成 在丁点指点下日息耐心休息 以其突破难关 这一日早晨醒来 他侧身而握 脸向墙壁 一发吐呢 胡听的丁点移的一声 声音中颇有焦虑之意 过得半晌 又听他自言自语 今天是不会谢的 明天再换也不迟 迪云有些诧异 转过身来 只见他抬起了头 正凝望着远处窗砍上的那只花盆 迪云自恋神兆功后 耳目比之往日 以远为零米 一瞧之下 便见盆中三朵黄墙微肿 有一朵缺了一片花瓣 他日常总见丁点 宁梦这盆中的鲜花呆呆出神 数年如一日 心想欲中无可潜性 唯有这一盆花 尝宝鲜艳 丁点喜爱欣赏 那也不足为奇 只是这花盆中的鲜花 若非含苞待放 便是迎日盛开 不等有一半残谢 便急换过 春风茉莉 秋月海棠 日日夜夜 总是有一盆鲜花 放在窗坎之上 迪云记得这盆黄墙微 已放了六七天 平时早就换过了 但这次却一直没换 这一日丁点自早到晚 心绪烦躁不宁 到的次日早晨 那盆黄墙微仍是没换 有五六片花瓣 已被风吹去 迪云心下隐隐感到不祥之意 见丁点神色极是难看 便道 这人这一次忘了幻花 想必下午会记得 丁点大声道 怎么会忘记 绝不会的 难道 难道是生了病 就算是生了病 也会叫人来换花 不停步的走来走去 神色不安一及 迪云不敢多问 便急盘膝坐下 入境练功 到的傍晚 阴云似合 不就便熙熙 厉厉的下起雨来 一阵寒风过去 三朵黄墙微上的花瓣 又飘了树片下来 丁点这几个时辰之中 一直目不转睛的望着这盆花 每飘落一片花瓣 他总是脸上肌肉扭动 神色奇楚 便如是在他身上弯曲一块肉 那么难受 迪云再也忍耐不住 问道 丁大哥 你为什么这样管 丁点转过头来 满脸怒容 喝道 管你什么事 啰嗦什么 恶从他传授迪云武功以来 从未如此凶狠无礼 迪云甚敢歉疚 待要说几句话分辨 却见他脸上渐渐献出凄凉之意 显然心中甚是悲痛 便住了口 这一碗丁点净一刻也没坐下 迪云听着他走来走去 靠料上不住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也是无法入睡 此日清晨 携风细雨 物自卫兮 熟子朦胧中 看那盆花时 只见三朵蔷薇的花瓣已然落尽 盆中围于几根花枝 在风雨中不住颤动 丁点大叫 死了 死了 你真的死了 双手抓住铁杖 不住摇晃 迪云道 大哥 你若是记挂着谁 咱们便去瞧瞧 丁点一声唬吼 喝道 瞧 能去瞧吗 我若能去 早都去了 用得住在这臭牢房中苦耗 迪云不明所以 睁大了眼 只好默不作声 这一日中 丁点双手抱住了头 坐在地下不言不动 不吃不喝 耳听得打更声的堵 得堵 当得打过一更 寂静中时光流过 于是得堵 得堵 当当的打过二更 丁点缓缓站起身来 道 兄弟 咱们去瞧瞧吧 话声甚是平静 迪云道 是 丁点伸出手去 抓住两根铁栅 轻轻往两旁一分 两根铁栅 凳是变弯了 丁点道 提住铁链 别发出响声 迪云一眼抓起铁链 丁点走到墙边 提气一纵 便急窜上了墙头 低声道 跳上来 迪云学着他向上一窜 不料给穿通琵琶骨后 全身尽力半点也使不出来 他这一跃 只不过窜起三尺 丁点伸手一抓 将他带上了墙头 两人同时跃下 过了这堵墙 牢狱外另有一堵极高的高墙 丁点或能上的 迪云却无论如何无法逾越 丁点哼了一声 将背脊靠在墙上 但听色色色一阵泥沙散落的轻响过去 砖石纷纷跌落 迪云双眼一花 只见墙上现出了一个大洞 丁点已然不见 原来他竟以神兆宫的绝顶内宫 破墙而出 迪云又惊又喜 忙从墙洞中钻了出去 外面是条小巷 丁点向他招招手 从小巷的尽头走去 出小巷后便是街道 丁点对荆州城中的街巷 似乎极是熟悉 过了一条街 穿过两条巷子 来到一家铁店门手 丁点举手一推 拍的一声 拴住大门的门栓已然崩断 店里的铁匠吃了一惊 跳起身来 叫道 有贼 丁点一把插住他喉咙 低声道 生火 那铁匠不敢围熬 点亮了灯 眼见二人都是长发垂肩 满脸胡子 无恙凶恶怕人 哪里还敢动他 丁点道 啊我们的料链凿开 那铁匠料得 二人是衙门中越狱的重犯 若替他们凿顿拷料 官府追究起来 定要严办 不禁迟疑 丁点随手抓起一根 净寸粗的铁条 来回凹的几下 拍的一声 只为两劫 祸道 你这井子 有这般硬吗 那铁匠还倒是遇到了鬼神 他要弄断这铁条 使用钢凿大锤 也得搅上好一会儿 这大汉却举手间便将铁条凹断 倘若来凹自己头颈 那个万万不妥 当下连生 是 是 取出钢凿 铁锤 先替丁点凿开了铐料 又替迪云凿开 丁点先将自己琵琶骨中的铁链拉出 当他将铁链从迪云尖头的琵琶骨中拉出来时 迪云痛得险些晕去 终于迪云双手捧着那条沾满鲜血的铁链 站在铁针之前 想到在这根铁链的束缚之下 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苦度五年多时光 直至今日 铁链方使离身 不由得又是欢喜 又是伤心 正正的掉下泪来 他随着丁点走出铁垫 他乍脱铐料 走起路来轻飘飘的 十分不惯 几次头重脚轻 险鞋而摔倒 然间丁点脚步沉稳 越走越快 当下紧紧跟随 生怕黑暗中和他离得太远 片刻之间 两人已来到那放置花盆的窗下 丁点仰起了头 犹豫半晌 似乎想要进去 却又不愿 迪云剑窗紧闭 楼中竟然无声 道 我先去瞧瞧 好吗 丁点点点头 迪云绕到小楼门前 伸手推门 发觉门内上了栓 好在围墙甚低 一株柳树的枝鸭 从墙内伸了出来 他微一纵深 便已抓住枝鸭 翻身进了围墙 里面一扇小门 却是虚眼珠的 迪云推门入内 射击上楼 黑暗中听得楼梯 发出轻微的吱吱吱声 脚下只觉虚浮浮的 慎不自在 他在这五年多之中 整日整夜便在一间浴室中走动 从未踏过一步踢及 道德楼顶 侧耳静听 绝无半点声息 朦胧微光中 见左手有门 便轻轻走了过去 房中连呼吸之声也无 隐隐约约间 见桌上有一烛台 伸手在桌上 摸到火刀火石 打火点燃蜡烛 烛光照映之下 突然间感到一阵 说不出的寂寞凄凉之意 始终空空洞洞 除了一桌 一床之外 什么东西也没有 床上挂着一顶下部白杖子 一床宝贝 一个不枕 床脚边放住一双轻部女鞋 只是这一双女鞋 才显得这房间 原为一个女子所住 他呆了一呆 走到第二间房中去看石 那边竟连桌椅也没一张 可是瞧那模样 却又不是新进搬走了家庭用具 而是许多年来一直便如此空无所有 射击来到楼下 每一处都去查看了一遍 竟是一个人也无 他隐隐觉得不妥 出来告知了丁点 丁点到 什么东西也没有 迪云摇了摇头 丁点似乎对这情景早在意料之中 毫不惊奇 到 到另一个地方去瞧瞧 那另一个地方却是一座大厦 朱红的大门 门上钉着顽口大的铜钉 门外两盏大灯墓 一盏写着荆州府正堂 另一盏写着灵府 迪云心中一惊 这是荆州府灵之府的寓所 丁大哥到来作甚 是要杀他吗 丁点握着他手 一言不发的越强而尽 他对灵府中的门户甚是熟悉 穿廊过户 便似是在自己家中行走一般 过了两条走廊 来到花厅门外 见到窗纸中透出光亮 丁点突然发起抖来 颤声道 狄兄弟 你进去瞧瞧 狄云伸手推开了厅门 只见烛光耀眼 桌子上点燃着两根宿主 原来是一座灵堂 他一直在担心会瞧见灵堂 棺材 或是死人 这时终于见到了 虽然早已料到 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进 凝目瞧那灵牌石 简上面写着 爱女灵霜华之灵位八个字 突厥身后风声洒然 丁点抢了进来 丁点呆了一阵 扑在桌上 放声大通 叫道 双华 你果然先我而去了 煞时之间 狄云心中想到了 许许多多事情 这位丁大哥的种种怪癖行径 久得这辅助一哭之际 令他全然明白了 但再一细想 却又有种种难以所解之处 丁点全不理会自己是鱷鱼的重犯 不理会身处之地是知府大人的住宅 越哭越悲 狄云知道无法相劝 只有任其自然 丁点哭了两久 这才慢慢站着身子 伸手揭开素尾 为后赫然是一具棺木 他双手紧紧抱住棺木 将脸贴住棺盖 抽抽叶叶地道 双华 双华 你为什么这样忍心 你去之前 怎么不叫我来再见你一面 迪云胡听的脚步声响 门脉有几人来道 忙道 大哥 有人来了 丁点用嘴唇去亲那棺材 对有人来道 全眉放在心上 只见火光明亮 两个人高举火把 走了进来 喝道 是谁在这里吵闹 那两人之后是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 一是华贵 一脸惊悍之色 他向迪云瞧了一眼 问道 你是谁 到这里干什么 迪云满枪奋机 反问道 你又是谁 到这里干什么 手指火把的一人喝道 小贼 这位是荆州府灵大人 你好在胆子 半夜三更到这里来 想遭反吗 快跪下 迪云冷笑一声 魂不理会 丁点擦干了眼泪 问道 双华是哪一天去世的 生什么病 与阴静十分平静 领知府向他看了一眼 说道 我倒是谁 原来是丁大侠 小女不幸逝世 有劳吊咽 存莫同感 小女去世已五天了 大夫也说不上是什么病症 只说是欲饥难消 丁点恨恨的道 这可碎了你的心愿 灵知府叹道 丁大侠 你可特业故事了 倘若早早说了出来 小女固然不会给你害死 我和你更成了翁婿 那是何等的美事 丁点大声说 你说双华是我害死的 不是你害死他的 说着向灵知府走上一步 眼中凶光暴涨 灵知府却十分镇定 摇头道 事已如此 还说什么 双华啊 双华 你九泉之下 定是怪爸爸不体谅你了 慢慢走到灵位之前 左手浮桌 右手势力 丁点森然道 倘若我今日杀了你 双华在天之灵定然恨我 灵退思 瞧在你女儿的份上 你折磨了我这七年 咱们一笔勾销 今后你再惹上我 可羞怪姓丁的无情 弟兄弟 走吧 灵知府长叹一声 道 丁大侠 咱们落到今日的结果 你说有什么好处 丁点道 你清夜俯心自问 也有点惭愧吗 你只贪图那什么 连成诀 宁可害死自己女儿 灵知府道 丁大侠 你不忙走 还是将那剑爵说了出来 我便给解药于你 免得往自送了性命 丁点一惊 道 什么解药 便在此时 只觉脸颊 嘴唇 手掌各处 忽有轻微的麻痹之感 同时又闻到了一阵淡淡的花香 这花香 这花香 他又惊又怒 身子摇晃 灵知府道 我生怕有不肖之徒 开关如我女儿的清白遗体 因此 丁点邓时醒悟 怒道 你在棺木上涂了毒药 灵退司 你好恶毒 纵身而起 发掌便向他击去 不料那毒药当真厉害 杀世间 萧公尸骨 神赵公 竟已使不出来 灵知府灵退司侧身闪避 伸手身是敏捷 门外又抢进四名汉子 执刀持剑 同时向丁点攻去 丁点飞起左足 向左手一人的手腕踢去 本来这一脚方位去得十分巧妙 那人手中的单刀 非给踢下不可 岂知他脚到中途 突然间尽力消失 竟然停滞不前 原来毒性已传到脚上 那人翻转刀背 拍的一声 打在他脚骨之上 丁点脚骨碎裂 摔倒在地 迪云大惊 黄疾中不及细想 纵身就向灵退司扑去 心想只有抓着他作为妖邪 才能救的丁点 哪知灵退司左掌斜出 护的一掌 击在他胸口 手法尽力 军属上城 迪云早就豁出了性命不要 不风不驾 仍是扑上前去 灵退司这一掌 明明击中对方胸口 却见迪云毫不理会 他不知迪云内穿乌残衣 保脚护身 还道他武功齐高 已经之下 已被迪云左手拿住了胸口山中穴 迪云一袭的手 俯身便将丁点附在背上 左手仍是牢牢抓住 灵退司胸前药穴 那四个汉子心有顾忌 只是贺骂 却不敢上前 丁点贺道 投去火把 吹起蜡烛 直火把的汉子不敢不从 灵堂中邓时一团漆黑 迪云左手抓住灵退司前胸 右手扶住丁点 快步抢住 丁点指点途径 片刻间来到花园门边 迪云踢开板门 奋离在灵退司的山中穴上 猛击一拳 负着丁点便逃了出去 黑暗中一脚高一脚低的狂冲急奔 他苦修神兆经两年 虽说不上有什么重大成就 但内力也非同泛泛 他击向灵退司的这一拳 情急判命 出力其重 正好又击中了对方胸口要血 灵退司重拳后 门横一声 往后便倒 他手下从人与武师惊慌之下 忙于相救 谁也顾不得来追赶丁点二人了 丁点手脚越来越麻木 神志却仍清醒 他熟悉将灵程中到路 指点迪云转左转右 不久便眼离闹市 到了一座废园之中 丁点到 灵知府定然下令把守城门 眼加盘查 我中毒一身 是不能出城了 这肺原向来说是有鬼 无人敢来 咱们且躲一阵再说 迪云将他轻轻放在一株梅树之下 道 丁大哥 你中了什么毒 怎样施救才是 丁点叹了口气 苦笑道 不中用了 那是金波寻花的剧毒 天下无药可解 挨得一克是一克 迪云大吃一惊 全身犹如肚入冰窖 颤声道 什么 你 你是 是说笑吧 心中却明知丁点并非说笑 丁点到 灵退思这金波寻花毒性厉害之极 嘿嘿 我以前只是闻得几下 便晕了过去 这一次是碰到了肌肤 那还了得 迪云极道 丁大哥 你 你别伤心 刘德青山在 哎 女人的事 我 我也是一样 这叫做没有法子 你得想法子 解了毒再说 我去打点水来给你洗洗 心中一急 说的话全然语无伦次 钉点摇摇头 道 没用的 这金波寻花之毒 用水一洗 肌肤立即发肿腐烂 死得更加惨些 皮兄弟 我有许许多多话要跟你说 你别忙乱 你乱 只怕我漏了要紧话 时候不多了 我得把话说完 你给我安安静静的坐住 别打断我话头 迪云指的坐在他身旁 可是心中却如何安静的下来 丁点说的很平稳 似乎说的是别人的事 是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旁人 我是京门人 是武林世家 我爹爹在两湖也算是颇有名气的 我学武的资质还不错 除了家传之学 又拜了两位师父 后来父母去世 我家才不少 却也不想及亲 只是琴鱼练武 结交江湖上的朋友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我乘船从四川下来 出了山来后 船驳在三豆瓶 那天晚上 我在船中听的岸上 有打斗的声音 我生性爱武 自是关心 便从窗中向外张望 那晚月光明亮 看得清清楚楚 是三个人在围攻一个老者 这三个人都是两湖武林中的出名人物 我倒都认的 一个是武云守万阵山 敌云插口道 哈 是我师伯 另一个是陆地神龙岩达平 敌云道 嗯 是我二师伯 不过我没见过他老人家 第三个人是一口长剑 身手甚是皎洁 那是铁锁横将七长发 敌云跳了起来 叫道 是我师父 我和万阵山曾有过庶面之缘 只他武功不弱 我当时远不及他 见他们师兄第三人联手公敌 想来必操胜算 那老者背上已经受伤 不住的流血 手中又没冰刃 只是以一双肉肠和他三人相斗 但他功夫可比万阵山他们高出太多 那三人不敢逼近他身旁 我越看越是补平 但见万阵山他们使的都是杀主 显然要置那老者于死地 我一生也不敢出 生怕给他们发掘 或是可是不小 这种江湖上的仇杀 倘若给旁人瞧见了 往往便要杀人灭口 兜了半天 那老者背上的血越流越多 实在支持不住了 突然叫道 好 我交给你们 伸手到怀中去逃摸什么 万阵山他们三人一起拥上 似乎生怕给旁人争了先去 突然之间 那老者双掌呼的推出 三人为掌力所逼 其向后退 老者转身便奔 扑通一声 跳入了江中 三人大声惊叫 赶到江边 长江从山来奔泻下来 三豆瓶的江水有多紧 只一煞间 那老者自然是无影无踪的 但你师父还是不肯死心 跳到我船上 拔了竹膏 在江中乱捞一阵 这三人既逼死了那老头 该当欢喜才是 但三人脸色都极为可怕 我不敢多看 将头蒙在背中 隐隐约约听的 他们在争吵什么 似乎是互相埋怨 我直听的这三人都走远了 才敢起身 胡听的后烧上拍的一声响 烧公妈的一声 叫道 有谁鬼 我侧头一看 只见一个人 湿淋淋的浮在船板上 正是那个老者 原来他跳入江中后 钻入船底 用大力英脚手法 勾住船底 凝住了呼吸 带敌人退走后 这才出来 我忙将他扶入船中 见他齐齐奄奄 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心中想 弯震山他们如不死心 定会敢向下游 寻觅着老者的尸体 也是我自居狭义道 要救人性命 便命传家立即开船 速将而上 回向三来 传家当然不愿 半夜中又没欠夫 上三来起事一事 但总而言之 有钱能使鬼推磨便了 我身边带的有金疮药 便替难老者智商 可是他背上那一件 刺得好身 穿通了肺 这伤是治不好的了 我只有尽力而为 什么也不问他 亲眼见他跃入长江 钻入船底 这份胆识和功夫 便值得我丁点给他卖命 这么治了三天 那老者问了我的姓名 苦笑道 很好 很好 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 来交给我 你可可 我道老丈的亲人 在什么地方 我必定老丈送到 绝不有误 那老者道 你知道我是谁 我道 不知 他道 我是梅念生 我这一经自然是非同小可 什么 你不奇怪 梅念生是谁 你不知道吗 是铁骨墨厄梅念生 你真的不知道 迪云又摇摇头 说道 从来没听见过这名字 嘿嘿 是了 你师父自然不会跟你说 铁骨墨厄梅念生 是乡中武林民宿 他有三个弟子 大弟子名叫万震山 二弟子叫严达平 三弟子叫 迪云插口道 丁 丁大哥 你 你说什么 他三弟子是七长发 当时我听他自成是梅念生 这份惊奇 跟你此刻是一模一样 我亲眼见到月夜江边那场恶斗 见到万震山师兄弟三人出手的毒辣 这又比你更加震撼 梅老先生向我苦笑着摇摇头 道 我的第三徒儿最厉害 抢先冷不防的在我背上插了一件 老头才逼得跳江逃命 迪云颤声道 什么 真是我师父先动手 我不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他才是 心想他师徒四人反目成仇 必有重大之极的原因 我是外人 虽是好奇 却也不便多问 梅老先生道 我在这世上的亲人 就这么三个徒儿 他们想夺我一步见谱 可是没有剑诀 那又有什么用 连城剑法虽然神奇 又怎急得上神赵宫了 这部神赵经 我送了给你 好好地练吧 此经若然练成 威力其大 千万不可误传匪人 我的神赵经 就是这样来的 梅老先生说了这番话后 梅来上两个时辰便死了 我在乌来的江边给他安葬 当时我全部知连城爵士如此是关重的 直到是他本门中所争夺的一步剑术绝谱 因此没想到虚的严手隐秘 但在梅老先生墓前立了一块碑 写上两壶大侠梅先生年生之墓 哪知道这块石碑 竟给我惹来了无穷的烦恼 有人便从这石碑的线索 追查石匠 传夫 查到这碑是我立的 梅老先生是我葬的 那么梅老先生身上所怀的东西 十之八九是落入了我手中 过不了三个月便有一个江湖豪客 寻到我家中来 来人礼貌周到 说话吞吞吐吐的不住边际 后来终于吐露了来意 他说有一张大宝藏的地图 是在梅老先生手中 这石像帝为我所得 请我取出来 大家参详参详 如果找到了宝藏 我得七成 他得三成 梅老先生教给我的 乃是一套休息上城内功的秘精 还说了几句坚决 说是什么连成诀 那不过是几个树木字 此外一无所有 哪里有什么宝藏的地图 我据实已告 那人不信 要我将武功秘诀给他看 梅老先生郑重叮嘱 千万误传匪人 我自私不允交出 那人样样而去 过不了三天 半夜里便摸到我家里来 跟我动上手 他肩头带了财 这才直男而退 风声一泄露 来访的人越来越多 我实在应付不了 到的最后 连万镇山也来了 我在京门老家担不下去 只有一走了之 隐姓埋名 走得远远的 直到关外牧场去干 买卖牲口的勾当 这么过得五六年 再也听不到什么风声了 心中记挂着老家 便改了妆 回到京门来瞧瞧 哪知老屋早给人 烧成了一片白地 幸好我也没什么亲人 这么一来 反而前进 迪云心中一片迷惘 说要不信吧 这位丁大哥从来不打狂语 何况跟他亲如骨肉 何必捏造一番谎言来欺骗自己 要信了他的话吧 难道一向这么忠厚老实的师父 竟是这么一个阴险狠毒之人 只见丁点脸上的肌肉不住跳动 看来毒性症子蔓延 迪云道 丁大哥 我师父跟太师父的事 咱们不忙查究 你还是仔细想想 有什么法子 能治你身上的毒 丁点摇头道 我说过叫你别打叉子 你就静静的听着 那是在九年多之前 九月上旬 我到了汉口 向药材店出卖了 从关外带来的老山人参 药材店主人倒是个风雅人 做完了生意 要我去看汉口出名的菊花会 这菊花会中名贵的品种倒真不少 黄菊有都盛 金勺药 黄和灵 暴君之 玉袍黄 金孔雀 策金盏 英玉黄 白菊有月下摆 玉牡丹 玉宝像 玉玲珑 一团雪 貂蝉拜月 太夜莲 紫菊有碧江霞 双飞燕 剑霞霄 紫玉脸 紫霞碑 玛瑙盘 紫罗萨 红菊有美人红 海云红 最贵妃 秀芙蓉 胭脂香 锦丽芝 鹤顶红 但红色的有佛剑笑 红粉团 桃花菊 西施粉 圣飞桃 玉楼春 他各种各样的菊花品种的名称随口而出 到四比武功的招式更加熟悉 迪云有些诧异 但随即想起 丁大哥是爱花之人 因此那位灵小姐的窗坎上鲜花不断 他熟知珠般菊花的品种名称 自飞其事 丁点说到这些花名时 嘴角边带着微笑 神色甚是柔和 轻轻地道 我一面看 一面赞赏 说出这些菊花的名称 品评优烈 当我观赏完毕 将出花园时 说道 这菊花会也算是十分难得了 就可惜没绿菊 胡听了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在我背后说道 小姐 这人倒知道绿菊花 我们家里的春水碧波 绿玉如意 平常人哪里轻易见的 我回过头来 只见一个清秀绝俗的少女 正在观赏菊花 穿一身嫩黄衫子 当真是人淡如菊 我一生之中 从未见过这般雅致清丽的姑娘 她身旁跟住一个十四五岁的丫鬟 那位小姐见我注视她 脸上瞪是红了 低声道 对不起 先生别见管 小丫头随口乱说 我煞时间呆住了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也望她出了园子 仍是正正的不会说话 那药店主人道 这一位是武昌灵汉林家的小姐 咱们武汉出名的美人 她家里的花卉 那是了不起的 我出了园子 和药店主人分了手 回到客店 心中除了那位灵小姐之外 再没丝毫别的念头 道道午后 我便过江到了武昌 问名途径 到灵汉林府上去 倘若就此进去拜访 那是太也貌美 我在府门外躲来躲去 心里七上八下 又是欢喜 又是害怕 又是骂自己该死 我那时年纪已不算小了 可是就像出朵情网的小伙子一般 便成了只眉头苍蝇 他说到这里 脸上显出一股奇异的光彩 眼中神光战战 显得甚是兴奋 迪云感到害怕 担心他突然会体力不支 说道 丁大哥 你还是安安静静的歇一会 我去找个大夫来给你瞧瞧 未必就真的没法子治 说着便站起身来 丁点一把抓住他一袖 说道 我们俩这副模样出去找大夫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顿了一顿 叹了口气 哦 李兄弟 那日你听到师妹嫁了别人 气得上吊 你师妹待你无情无义 实在不值得为他寻死 迪云点头道 不错 这些年来我也已想穿了 丁点道 倘若你师妹对你一往情深 终于为你而死 那么你也该为他而死了 迪云突然醒悟 道 那位灵小姐是为你死的 丁点道 正是 他为我死了 线下我也就要为他死了 我 我心里很快活 他对我情深义重 我 我也带他不错 迪兄弟 别说我中毒无药可治 就是一致的好 我也不知 漠然之间 迪云心中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伤心 那当然是为了痛惜良友僵士 可是在内心深处 反而在羡慕她的幸福 因为在这世界上 有一个女子是真心诚意的爱她 甘愿为她而死 而她 也是同样深挚的报答了这番恩情 可是自己呢 自己呢 丁点又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之中 说道 林汉林的府门是朱虹的大门 门口两只大石狮子 我是个江湖人 怎能贸然闯进去 我在门外夺了三个时辰 直夺到黄昏 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盼望什么 天快黑了 我还是没想到要离开 忽然间旁边小门中出来了一个少女 敲步走到我身边 轻声说道 傻瓜 你在这里还不走 小姐请你回家去吧 我一看 正是灵小姐身边的那个丫头 我心中砰砰乱跳 结结巴巴的道 你 你说什么 她笑嘻嘻的道 小姐和我赌了东道 赌你什么时候才走 我已赢了两个银纸环 你还不走 我又惊又喜 道 我在这里 小姐早知道了吗 那丫汉笑道 我出来瞧了你好几次 你始终没见到我 你灵魂儿也不见了 是不是 她笑了笑 伸伸便走 我忙道 子子 她说 怎么 你想什么 我道 听子子说 府上有几盆名众的绿菊花 我很想瞧瞧 不知行不行 她点点头 伸手指住后园的一角红楼 说道 我去求求小姐 要是她打远 就会把绿菊花放在那红楼的窗坎上 那天晚上 我在灵府外的石板上做了一夜 到第二天早晨 狄兄弟 我好福气 两盆淡绿的菊花当真出现在那窗坎之上 我知道一盆叫做春水碧波 一盆叫做碧玉如意 可是我心中想着的 只是放着两盆花的人 就在那时候 在那帘子后面 那张天下最美丽的脸庞悄悄的露出半面 向我凝望了一眼 忽然间满脸红韵 引到了帘子之后 从此不再出现 狄兄弟 你大哥像猫丑陋 非富非贵 只是个流落江湖的草莽之徒 如何敢盼望的家人垂青 其实从此之后 每天早晨 我总到灵府的后院之外 向小姐窗坎桥上半天 灵小姐倒也记着我 每天总是换一盆鲜花 放在窗坎之上 这样子的六个多月 不论大风大雨 大霜大雪 我天天早晨去赏花 灵小姐也总风雨不改的给我换一盆鲜花 她每天只看我一眼 绝不看第二次 每看了这一眼 总是满脸红韵的引到了帘子之后 我只要每天这样见到一次她的眼波 她脸上的红韵 那就心满意足 她从来没跟我说话 我也不敢开口说一句 以我的武功 轻轻一纵 便可跃上楼去 到了她身前 但我从来不敢对她有半分轻慢 至于写一封信来表达敬慕之臣 那更是不敢了 那一年三月初五的夜里 有两个和尚到我寓所来 忽然向我袭击 他们得知了消息 想想神赵经和剑诀 这两个和尚便是血刀门五僧中的二僧 其中一个我已在牢狱中料理了 那日你亲眼瞧见的 可是那时我还没练成神赵功 武功急不上他们 给这两个恶僧打得重伤 险些性命不保 我躲在马舅的草料堆中 这才脱难 这一场伤者使不清 足足躺了三个多月 才勉强能够起身 我一起床 成了拐杖 挣扎着便到陵府的后援门外 只见警无全非 一打听 原来林汉林已在三个月前搬了家 搬到什么地方 竟是谁也不知 狄兄弟 你想想 我这番失望 可比身上这些伤势厉害得多 我心中奇怪 林汉林是武昌大名鼎鼎的人物 搬到了什么地方 绝不至于谁也不知 可是我东察西问 花了不少财务气力 仍是没有半点头绪 这中间实在大有蹊跷 显然 林汉林或许为了躲避仇家 或许另有特别原因 这才突然间举家迁徙 不知去向 凑巧的是 我受伤不久 他家里就办了 从此我不论做什么事 都是全无心思 在江湖上东游西道 也是我钉点红服齐天 这日在长沙茶馆之中 无意听到两个帮会中人谈论 商量着要到荆州去找万镇山 说要他交出 那部连城剑谱来 我想那日万镇山师兄弟三人 大逆杀师 为的就是这本剑谱 到底那剑谱师父什么样子 道不妨瞧瞧 于是我悄悄跟住二人 到了江岭 这两个帮会中人 为时事不自量力 一到万家去生事 就给万镇山拿住了 送到荆州府衙门去 我跟住去瞧热闹 一见到府衙前贴的大告示 可真喜从天降 原来那只府不是旁人 正是灵小姐的父亲灵腿死 这天晚上 我悄悄捧了一盆墙背 放在灵小姐后楼的窗坎上 然后在楼下等住 第二天早晨 小姐打开窗子 见到了那盆花 醒呼了一声 随即又见到了我 我们一年多不见 都以为今生在无相见之日 此番久别重逢 真是说不出的欢喜 她向我瞧了好一会儿 彩虹着脸 轻轻眼上了窗子 第三天 她终于说话了 问 你生病了吗 可受的多了 以后的日子 我不是做人 是在天上做神仙 其实就做神仙 一定也没我这般快活 每天半夜里 我到楼上去接灵小姐出来 在江陵各处荒山矿野漫游 我们从没半分不规矩的行为 然而是无话不说 比天下最要好朋友还知己 一天晚上 灵小姐向我吐露了一个大秘密 原来她爹爹虽然考中进士 做过汉林 其实是两壶龙沙帮中的大龙头 不但文才出众 武功也十分了得 我对灵小姐既敬若天神 对她父亲自然也甚为尊敬 听了也不以为意 又有一天晚上 灵小姐对我说 她父亲所以不做清贵的汉林 又使了数万两银子 千方百计的谋求 来做荆州府之府 乃是有一个重大图谋 原来她从史书之中 探索到荆州城中某地 一定埋藏有一批数量 巨大无比的财宝 灵小姐说 六朝时梁朝的梁武帝 经侯景之乱而死 蒋文帝接位 又被侯景害死 湘东王潇义接位于江陵 是为梁元帝 梁元帝懦弱无能 幸喜积蓄财宝 在江陵做了三年皇帝 搜刮的金珠珍宝 不计其数 成胜三年 卫兵攻破江陵 杀了原地 成胜三年 卫兵攻破江陵 杀了原地 但他巨练的 才宝藏在何处 却无人得知 卫兵元帅于锦 为了查问这批珍宝 拷打杀掠了数千人 始终追查不到 他怕知道珍宝 所在的人日后偷偷放 决将江陵 百姓数万口 尽数趋归长安 杀的杀坑的坑 几乎没什么活口 幸存几百年来着 秘密始终没接破 时候尝了更加 谁也不知道了 灵小姐说 他爹爹花了多年功夫 翻查荆州 辅制以及 各种各样的古书就录 断定梁元帝 这批财宝 定是埋藏 在江陵城外某地 梁元帝性子残忍 想必是埋了宝物之后 将得知秘密 得人尽数杀了 因此卫兵元帅 不论如何的考虑百姓中 就得不到丝毫线索 迪云听到这里 心头存着的许多 一动慢慢一个个 解明了说道 丁大 哥 你知道这宝藏的秘密 是不是 这许多人到牢狱中来找你 也必是为了想得这个大宝 藏丁点 脸露苦笑 继续说下去 灵小姐跟我说了这 些话 我只觉得 他爹爹发财之心 特也厉害 他以这般文物权材 又富又贵 何必再去想什么宝藏 后来我跟他谈论江湖间的 朱班剑 闻那晚在江边剑 到万镇山三人 事实夺谱的事 自然也不瞒他 我跟他说到 神兆经连成爵 等等我们 这般过了大半年快活日子 那一日是七月十四零小 姐对我说 点歌 咱们的事总得给爹爹说了 请他老人家做主 那就不 用这般偷偷摸摸 他这句话没说完 羞的将脸藏在 我的怀里 我说 你是千金小姐 我就怕你爹爹瞧我不起 他说 我祖上其实也是武林中人 只不过我爹爹去 做了官 我又不会半点武艺 我爹爹是最疼我的 自从我妈死后 我说什么他都答 因为我听他这么说 自然高兴的要命 七月十五这一天 在白天该睡觉的时候 也闭不了眼 惊到的半夜 我又到林小姐楼上去会他 他满脸痛红 他说 爹爹说一切听女儿的话 我乐得变成了个大傻瓜两个 你瞧瞧我瞧瞧 你只是嘻嘻的直笑 我俩手玩手走下楼来 忽然在月光之下 看见花圃中 多了几盆颜色特别娇艳的黄花 这些花的花瓣黄的像 金子一样闪闪发亮花朵的样子 很像荷花 只是没荷花那么大 我二人都是最爱花的历史变过 去观赏 林小姐嘖嘖称奇说 从来没见过这种黄花 我们一起 凑进去闻闻 要知道这花的香气如何 迪云听他叙述 往事月光之下 与心上人携手通有关 赏奇花 当真是天上神仙也比不上了 可是丁殿述说的语调之中 却还有一股阴森森的刻步 气息迪云听的 几乎气也喘不过来 似乎这飞源之中 有许多恶鬼 要扑上身来一般 突然之间他想到了一个名字 大声叫道 金波寻花 丁点嘴角边露出一丝苦笑 隔了好一会猜到 兄弟你不笨了 以后你一人行走江湖 也不会吃亏 我这个放心了 迪云听他这几句话中 充满了关切和有爱 忍不住热泪 盈眶恨恨的道 灵之府这狗官 他他他不肯将女 而许佩云你呢 也罢了何必使之毒气害你 丁点道 当时我怎么猜想得到 更哪知道这金色的 花朵便是其毒无比的金波寻花 波寻两字示范 于是恶魔的意思 这毒花是从天竹传来的 原来天竹人叫它为恶魔花 我一闻到花香便是一阵晕眩 只见灵小姐身子晃 那几晃便急摔倒 我忙伸手去扶 自己却也站立不定 我正运内功调息 与毒性相抗 突然间暗处 抢出几个手指冰刃的汉子 来 我只和他们斗的几招 眼前已是漆黑一团 接着什么 也不知道了 带的行转 我手足都已上了靠料 连琵琶 姑也被铁脸穿过 灵之府穿了便服 在花厅中审讯旁边 伺候的也不是 衙门中的差役 而是他帮会中的兄弟 我自然十分倔强破口大骂 灵之府先命人狠狠 拷打我一顿 这才逼我交出神兆经 和建决以后的事 你都知道了 每个月十五 灵之府便提我去拷打一顿 我始终给他个不理不睬 他的耐心也真好 咱们便这么耗上了 迪云道 灵小姐呢 他为什么不想法子救你 你后来练成了神兆功 来去自如 为什么不去悄悄好 喂 什么在狱中空等 一直等到他死 丁点头脑中 一阵剧烈的晕眩 全身便死在空中漂浮飞 无意般他伸出了手来 乱扎乱摸 四想得到什么依靠 迪云伸手过去握住了他手 丁点突然一经使力挣脱 说道 我手上有毒 你别碰 迪云心中又是一阵难过 丁点晕了一会 渐渐定下神来问道 你刚才说神 妈 迪云忽然想起一事 说道 丁大哥你有没有 想过灵小姐是守他父亲主妇 故意骗你想要 丁点一声大叫喝道 放屁 挥拳便积了下来 迪云自知失言 不愿伸手招架 甘心受他一拳不了丁 点的拳头伸在半空 却不落下 向迪云正是片刻缓缓 收回拳头道 兄弟你为女子所父 已知对天下女子都不相信我也 不来怪你双华 若是守他父亲主妇 详使美人寄要骗 我的神兆经和连成爵 是很容易的他又何必骗 只需说一句 你那不 神兆经和连成爵 给了我吧 他甚至不用您说 只需暗示一下 或是表示了这么一 连点意思 我立刻就给了他 他拿去给他父亲也好 施舍给街边的乞丐也好 或是 撕烂了来玩也好 烧着桥也好 我都眉头也不皱一下 狄兄弟虽然这是武林中的 奇书至宝 可是与双华相 比在我心中 这奇书至宝 也不过是粪土而已 灵褪斯 网子文武双全 实在是个大大的蠢材 他若教女儿向我索取 我焉有相聚之礼 狄云道 说不定他曾跟灵小姐说过 灵小姐却不打运钉点摇 偷道 若有此事 双华也绝不满 我叹了口气说道 灵褪斯 这种人于功名利禄 金银财宝看得极重 以己夺人以为天下人都如他一般的 仲裁轻易以为 他女儿倘若向我索取 我一定不允反倒住了刑击令 我起了提防之心 另外还有个原因 他是汉林之府女儿 却私下里结实 如果这草莽不一 他痛恨我 辱目了他们没非杀我不 可 他将我擒住后历时便 索我全身 什么东西也找不到 在我的寓所穷搜大索 自然也找不到什么 每个月十五 他总是提我出去盘 问考打 把什么甜言蜜语都说完了 威吓胁迫也都是 我只是给他个不理不睬 他从我嘴里问不到半句真话 但从他盘问的话中我 反而推想到了 原来没念上老先生 跟我说的那连城 绝便是找寻良原地大宝藏的秘诀 他又从派人装扮了囚犯 和我关在一起 想掏问我的 口风 那人假装受了园区 大骂林佩斯 不是好人可是我义 下子就瞧了出来 只可惜那时 没练成神兆 功身上没多少力量 打得他不够厉害 他说到这里 嘴角边露出一丝微笑 道 你运气不好 给我冤枉打了不少顿 若不是你投还自尽 到今日说不定给我打也打死了 迪云道 我给人陷害若不是大哥 钉点左手摇了 摇摇他别说下去道 这是机缘 事事都讲究一个原字 他眼角斜除月光下 见到废原角落的瓦砾之中常住 一朵小小的紫画 迎风摇曳颇有估计 凄凉之意便道 你给我踩了来 迪云过去摘下花朵 递在他的手里 钉点拿着那朵小紫花 神痴望日缓缓说道 我给穿 惹琵琶骨关在牢里 一切都已想得清清楚楚 灵退死 是非要了我的命不可 我如将惊绝早一日交给他 他便早一日杀我 但如我 苦爱不说 他瞧在财宝的面上 反而不会害我便是好 大折磨 也只让我受些皮肉之苦 还真不舍的伤了我的要害 迪云道 试了那日 我假意要杀你那狱卒 反而大起 盲头不敢再想凶霸道 丁点拿着那朵小花 手指微微颤抖 紫花也微微颤抖 缓缓道 我在牢狱中给关了一个多月 又气又急急 胡耀发疯了一天 晚上终于来了一个丫鬟 那便是灵 小姐的贴身使必居有 我在武昌城里使得双华 便因他一言而起 不知双华 使了多少会路来打动狱卒 引得他来见我一面 可是居有一句话也没跟我说 也没什么书解巫师弟 给我只是向我待望 狱卒手里拿着一柄尖刀 指住他 的背心 我很明白那狱卒 显示怕击了灵之府 只许他见我一 面可不许说话 菊友瞧了我一会 正正的流下泪来 那狱卒连打手势 命他快走 菊友见到铁砍外的庭院中 藏得有一朵小瓷菊 便去踩 了来隔住铁砍 递了给我伸手 指住远处高楼上的窗 砍窗砍上放着一盆鲜花 我心中一袭知道 这花是双华放在那儿的 作为我的 伴侣菊友不能多停 转身走了出去 刚要走出院子的铁门高处 一键射了下来 正中他背 心邓时便将他射死了 原来灵退斯 生怕我朋友前来 节鱼连墙头屋顶都扶得有人 跟住第二剑射下 那狱卒也送了性命 那时我却是十分害怕 只怕灵退斯 横了心连自己女 而静也加害 我不敢再触怒他 每次他审问我 我只给 他装聋作哑 只有是为我而死的 若不是他这几年 我如何熬得过 我怎知道那窗砍上的鲜花 是双华为我而放 可是 双华始终不露面 始终不在那边窗子中 探出头来让我瞧一眼 我当时一点也不明白 有恃不免 怪他为什么这样人 心于是我加紧用功 苦练神赵经 要早日功行圆满能 不受这铁靠的拘束 我只盼得托帆龙 带同双华出困 只是这神赵公 讲究妙武自然 并非一位勤修苦练便能 走公我给穿了琵琶鼓 挑断了脚巾 自然比旁人又假 被艰难 直到你自尽之前的两个月 这才大功告成这些日子 之中全凌这一盆鲜花 作为我的慰藉 灵褪丝千方百计的 想套出我胸中秘密 将你和我关在一起 那也是他的计策 他知道派了亲 心来骗我呢 是不管用的了 于是索性让一个真正手 那大圆区的少年人来陪我 时候一久 我自能辨别真伪 只要我和你成了患难之交 像你吐露了真情那么在 我身上逼不出的 多半能在你口中套片出来 你年幼 无知忠厚老实 别人假装好人 你容易上当 可是我始终不相信你 我亲身的遭受 举有的惨死 叫我对谁也信不过了事 隔多年灵褪丝 这荆州府知府的官 早已认满该当他 条获是升官 想来想来 他使了银子 居然一任一任的坐下去 他不想升官 只想得这个大宝藏 你以为我没出过狱 去吗 我练成神兆功后 当天便出去了 只是出去之 钱点了你的昏睡学 你自然不知道 那一晚我越过高墙之时 还倒不免疫 常恶斗 不料是个多年灵褪丝 早已无防我之心 外边的守卫 早已撤去 他万万料想不到 神兆功如此急 秒穿了琵琶鼓 挑断了脚筋的人 居然还能练成了上乘武功 我到了高楼的窗下 心中跳得十分厉害 似乎又回到 冷初次在窗下 见到他的心情 终于鼓起了勇气清精 在窗上敲了三下 叫了声 双滑 他从梦中惊醒过来 朦朦胧隆的道 大哥 点哥 是你吗 我是在做梦吗 我隔了这许多苦日子 终于又在听到 他的声音欢喜 得真要发狂 颤声道 双妹是我 我逃出来了 我等他来开窗 以前我们每次相会 总是等他推开窗子 招了手我才 进去我从来 不自行进他的房 不料他并不开窗 将脸贴在窗纸上 低声道 谢天 谢弟点哥 你仍是好好的活着 爹爹没骗我 我的声音很苦涩说道 你爹爹没骗你 我还是活着 你开窗吧 我要瞧你 他急道 不 不 不行 我的心沉了下去 问道 为什么不 行 他道 我答应了爹爹 他不伤你性命 我就永远不再跟你 相见 他要我起了事 要我起一个毒事 倘若我再见你我妈 妈在阴氏 天天受恶鬼欺武 他说到这里 声音哽咽了 他十三岁那年 丧母对王 母是最敬爱不过的 我真恨极了 林退斯的恶毒心肠 他不杀我 只不过为 良想得惊绝双华 遍不起这个毒事 他也绝技舍不得 杀我 可是他终于逼得女儿 起了这个毒事 这一个毒事 将我什么指望 都化成了泡影 但我仍不 此心说道 双华你跟我走 你把眼睛用不蒙了起来 永不见我就是 他哭道 那不成的 我也不愿你再见我 我兄 终极了许多年的怨分 突然迸发出来 叫道 为什么 我非见你不可 他听到我的声音 有意揉声道 点歌我知道你给 爹爹擒祸后 一再求他放你 他却将我另行 许配别人 要我死了对你的心 我说什么也不打允 他用墙逼破 于是 于是我用刀子 划破了自己的脸 比云听到这里不惊 哈 这一声叫了出来 钉点道 我又是感激 又是怜惜一张 打破了窗子 他 声呼了一声 闭起了眼睛 伸手蒙住了自己的脸 可是 我已经瞧见了 他那天下最美丽的脸庞上 以又横又竖的划上石器 把刀 肌肉翻了出来 一条条都是鲜红的 巴痕 他美丽的眼 经美丽的鼻子 美丽的嘴巴 都是歪歪扭扭 变得像 妖魔一样 我伸手将他搂在怀里 他平时多么爱惜自己的容颜弱 不是为了我这不祥之人 他怎肯让自己的脸蛋 受半点损伤 我说 双妹 容貌极的上心吗 你为我而毁容 在我心中 你比从前更加美上 十倍百倍 他哭道 到了这地步 咱俩怎么还能厮守 我打远了爹爹 永远不再见你 点哥 你 你去吧 我知道这是无可挽回的了说 道 双妹我回到牢狱中去 天天瞧住你这窗边的鲜花 他却搂住我的脖子说道 你 你别走 我 和他相微相依 不再说什么话 他不敢看我 我也不敢再瞧他 我当然不是嫌他丑陋 可是 可是 他的脸是在毁 笋得厉害 隔了很久很久 远处的机体了 他说 点哥我不能害我死了的妈妈你 你以后 别再来看我 我说 咱俩从此不再相见 他哭道 不再 相见 我只盼咱俩死了之后 能够葬在一起 只盼有 哪一位好心人能够虽了我这心愿 我再迎见天天念 佛保佑他 我道 我一推想到 我所知道的那脸成绝变 是找寻梁元殿的大宝藏的秘诀 我跟你说 你好好记住了 他道 我不记我记住 干什么 爹爹为了这个秘密 才害得的你这样 点哥我不想听我道 你寻一个诚实可靠之人 要他打允帮咱们成全这个合葬的心愿 就将这剑绝对他说 他道 我这一生是绝不下 这逗得了我这副样子 怎能见人 可是他想了一想之后又道 好 你跟我说点哥 我无论如何 要跟你葬在一起 就是这副样子 去求人 我也不怕 于是我将剑绝说了给他听 他用心记住了东方剑 剑亮了 我和他分了手回到了狱中 那时我虽可自由出狱 但我每天要看他窗上的话 我是永远望远不会走的 有人行刺灵队丝 我反而救 他因为 因为如果灵队丝给人杀了双华一个人 孤 苦灵丁 在这世上再也没有依靠 他说到这里声音渐渐低 聊下去 迪云道 大哥你放心 要是你真的好不了 我定要将 你和灵小姐合葬 我可不稀罕你的什么秘诀 你就是说 我也绝技不听 丁点脸都欢笑说道 好兄弟不枉我结识你一场你 达云给我们合葬 我死的明目 我好欢喜 他话声越来越低 说道 你如找到这个宝藏也不必是为了自己发财 可以用来拯救天下的苦人 像我像你这样的苦人天下多的事 这连成诀 你若是不听我一死之后 便失传了 岂不可 息 迪云点了点头 丁点深深吸一口气道 你听着这都是些数字可弄 错不得迪云打起精神 凝神倾听 丁点道 第一字是四 第二字是五十一地 三字是三十三 第四字五十三 迪云正敢 莫名其妙呼听的 肺原外脚步声响 有人说道 道远 子李去搜搜 丁点脸上变色一跃而起 迪云跟猪跳了起来 只见飞原后门中 抢尽三条大汉